别烧的干巴巴的 一鱼入口呢一直棒棒硬 这都不可以 看一下这质感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做的是肉末烧菜花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三角片 菱形片 这就够了 尖椒 把这个辣椒筋和糊去掉 就不要了 切成三角 三角形的 这个好切 一头大一头小 这块肉呢 把皮去掉 把肉先切成片 做成豆粒大小的丁就可以 好了完事 菜花处理一下 这花就开了 中间这个梗一破四半 不能扔掉 这都能吃 你这个肚呢 大小就是一口能吃下去就可以 用水呢 简单再冲洗一下 上下这样 看一下 水开了 现在呢 把菜花烫一下 把这个配料到 胡萝卜 也放里面 好 站上这儿 先开成锅呢 限着开锅就好 看一下啊 开锅了 开锅就好 这时间长 因为我们在锅里炒制的过程当中 还要继续加热 时间搅长 让它入味 过下凉水 来 炒香花看一下 加上油 浪一下勺 靠一下勺 这一圈冒的小青天 把油倒出去 再加入凉油 放入肉末 把这个排肉末炒至表皮发黄 这就是火的问题 一发黄 它这个焦香的就上来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放入葱姜 少许一点蒜 最后放蒜 料酒 酱油 酱油 稍微多一点 菜花炒出了这个颜色呢 再刮上点 酱油色 这个颜色 加入盐 发生好的盐 加上二两汤汁 下入配料 尖椒 让它开成锅 在那煎炒一下头 甜的正好 加上点味精 朋友们 现在全程三分半钟 来看 够馅 边翻炒边煮馅 看一下 朋友们 锅底下 下都挂在煮料上了 看一下锅底 骨头没有多少汤汁 这就好了 放入 蒜末 匀 搅出锅的时候 少加上一点酥 老陈酥 锅边酥 小菜 朋友们 这个菜咱就做好了 最关键的是在锅里调碗口 要烧至入味 烧至入味 必须时间要到4分钟 让这个肉香味渗透到煮料里去 那么我们这个菜花入口柔软的脆 不是很酥辣 来 朋友们看 这个烧菜花 汤汁还要尝一点 这样 这菜花才能好吃 变烧的干巴巴的 一入口一直棒棒硬 这都不可以 看一下这质感 来 替朋友们尝一口 整体过关 打60分 没问题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 拜拜 拜拜 拜拜